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房费 但他却觉得品质跟付出的金额 似乎不成正比 后面有认识的装潢来看 才知道他们的装潢费用 是比市价还高 有的也是高蛮多的 今天台上这铁板卷饼 就是经典菜色 先加盟副品牌柤水温 就是看中总公司的 铁板吐司 全台有六家分店生意行 而为了跟名店连结 所有食材都进总公司的 但想加卖这个招牌巧克力吐司 想加进巧克力却迟迟等不到 比如说巧克力酱 他们总部自己有 我们当初也有请求他说 授权给我们用这个巧克力酱 有其他间加盟写了申请书 但一等就等了半年 有些东西是在专业上建议他 不要这样子卖 因为卖这个是在压缩 高获利的东西去卖低毛利的东西 那有时候总部会不要 很多相关人家比较不懂的情况下 他说我只是为了卖产品 卖产品是我们只不乐见 这样的情况去发生 总公司强调想要推出新产品 得通过各方考量 合约书上也没有写 每季会推新品 至于店内的装潢 电灯掉落也有请施工单位检查 发现该店疑似是海沙屋 才会意外掉落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要走法律途径解决 三新闻中文部长